筆直的道路伴随两侧稻田绵延到山边 这里是台东池上乡波浪大道 许多明星都曾到这里取景拍摄 每年更吸引许多游客造访 但近期民众却发现 有商家在波浪大道大帐篷设摊 认为家乡景观变成了夜市摊贩 上网PO文痛批业者违法图利 而当地民众以及游客看法也相当两极 景观是一定会有多少会有影响 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比较远 我们一般拍照都在这边 摊贩未至就在一处私人民宅前 地主女儿整理荒废老无空地 希望在过年前招商摆摊 提供经济弱势族群增加受益的机会 但没想到引来轩然大波 我们整理起来 然后给在地农民青年 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摆摊 这边是建地 到这里之后 建地这一片之后 才是就是广大到这七点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都是很合法 就不会有破坏景观的问题 这一块属于是私有土地 就算是这样的设置临时摊办区 也是个人的私有地的行为 在公所上是 目前是无法可以去管制 向日表示 设餐地点离达卡热点 约50公尺距离 地主一天收取200元清洁费 摆摊结束会将垃圾集中处理 而乡公所也只能柔心劝导 希望乡民共同维护美丽地景 让池上观光的美名 能持续绽放 原视频我们驾驾 台东池上场报道 按摩 台东池上场报道 ‍ 与